立规珍是我国古代知名的画家 尤其上画虎 为了画好老虎 他曾经冒着生命危险 深入高山逆林 为后人留下了一段 深山画虎的佳画 先生那是什么呀 真好看 真可爱呀 先生 可以给我画一张吗 当然了 老师给你画一张更可爱的 多谢先生 真好看 太像了 为真 把画放在石桌上观看 知道了 先生 真好 太棒了 燕子都以为是真的 先生 您怎么能画得这么好呢 当你们背书的时候 老师就照他们画 日久天长 也能书能生强 先生 我也喜欢画画 可就是画不好 你都会画什么呀 我会画你哦 还会画老虎 你见过老虎 画画不能凭空想象 我天天都在观察 他们的形状神态 在画画的时候 才能做到胸有成竹啊 可是我就喜欢老虎 先生 您见过老虎吗 没有 我见过老虎的师父 什么 老虎也有师父啊 对呀 猫是老虎的师父 他向老虎传授了许多本事 只有爬树的本领没有教 所以猫爬到了树上 伟真 吃饭了 谢谢妈妈 伟真 你又画什么了 让我们看看 你画的是老虎吗 当然了 你看那身上不是有老虎的翻纹吗 可是不太像 哪里不像啊 我也说不清楚 反正没别人画的威风 你这老虎生病了吧 你这个猫捉老鼠还挺像的 什么猫捉老鼠明明是恶虎铺石嘛 要想大自然学习 用心体会 对 不能照猫画虎 你是什么人啊 我是这里的猎户 小娃娃 你来这里做什么 画画 学习画老虎啊 你好大的胆子 老虎是要吃人的 只要能画好老虎 我什么都不怕 我已经来过好几次了 可是一次都没见过老虎 我们猎人追踪老虎 是根据它的脚印和粪便 像你这样误打误撞 是找不到老虎的 何况这样也很危险啊 猎户伯伯 我要做最好的画老虎的画家 可是见不到活老虎 我怎么实现我的愿望呢 猎户伯伯 求你帮帮我吧 哎呀 你真是个不同寻常的孩子啊 好吧 看你如此诚心诚意 我就答应你的要求吧 你答应帮我了 猎户伯伯 我只有答应你 你才不会乱跑啊 时候不早了 你回家准备一下 明天到我的寨子来找我 可不要一个人瞎转了啊 妈妈我回来了 妈妈 桂珍 怎么才回来 妈妈都急死了 妈妈 我今天上山找老虎去了 天呐 你不要命了 我跑起来像风一样快 对了 我今天还见到了猎户伯伯 他答应帮助我 明天我还要进山 住口 哪儿也不许你去 妈妈 猎户伯伯会保护我的 那儿也不行 太可爱了 救命啊 救命啊 猎户伯伯 救命啊 猎户伯伯 猎户伯伯 你又乱跑 不听话 猎户伯伯 我迷路了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跑到这儿了 是我误会了 跟着我 别再乱跑了 这几天有老虎出现 上面就是我们放哨的地方 你可以在这里观察 跟你说的话都记住了 虎啸龙吟 虎啸龙吟 还真是虎啸龙吟 虎啸龙吟 你一定想我了 对 回家 就这样 厉龙吟凭借着吃苦耐劳的精神 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 她又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 经过不懈的努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